我刚让我喂你 好 来来 让我看看你都买什么 看什么呀 看 来来 我看看呗 不好意思 可以 如此可教啊 还会举一反三了 给我叠好 好 快吃吧 这么两天光着脚 不怕脚痒 范总 送你回家 今天谢谢你啊 客气 有人要送我了 改天我一定要请你吃饭 我懂了 我懂了 行 那我先走了 好 拜拜 拜拜 你不是说你不来吗 路过 好 好 那你等我去 怎么了 你怎么知道我穿了高跟鞋啊 哎呀呀呀呀呀呀 因为爱是白 哎呀呀呀呀呀呀 听内心的声音 林老师 你很会 鞋有点大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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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好 嗯 跳脸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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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啊 萧萧 你已经完成了心理咨询师的基础培训 并拿到了资质 欢迎你 再次回到我们少林 谢谢少老板 那我的职位是 我想林老师 需要一位非常优秀的助理 看看 真没想到啊 我一个心理咨询师的助理 也能有自己的办公室 咱们公司二楼呢 一共有四间办公室 邵老板和林老师一人一间 还有一间呢 是邵老板助理晓睿的 这间原来是空着的 你那天面试结束之后啊 邵老板就让我收拾出来 说要给你用 还是少老板最贴心啊 林老师助理的工作 也不是那么轻松的 我爸妈这间闹离婚 我妈总逼问我 要是他们离婚了 说我到底是跟爸爸 还是跟妈妈 我要是说我爸一句好话 我妈就会骂我 说就不该生我 我要是个男孩子 就能保护他 但我只知道 你爸哪里好了 你需要从来访者 及其家属的信息源 获得来访者的情绪问题 心理困惑的资料 你还有心吗 谁给你钱花 你就认谁了 喂 大理呢 是你和我小孩干什么 搞得他成天玩手机 不吃不喝 还要对来访者 他的心理成长 人格发展 社会化 智力 及其婚姻家庭生活方面 做一个全面的评估 你的心理只有钱 你关心跟我们两个吗 我成天要在外面上班 没有时间照顾一下 对 一成 好 总而言之 加油吧 我会努力的 你就去打麻将 打麻将 我打麻将 那谁陪他呀 你听到我的嘴巴去 那就毁了 你竟然感受了神经病 你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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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屁股 你屁股 好大眼 不是你这么专业的 我现在就把你屁股 你屁股 你不用管你爸了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行行 你屁股 先生 在干什么 你也不安慰一下我 习惯就好 好一个习惯就好 我怎么觉得你爸妈 比你更应该做心理咨询啊 我知道 我告诉他们我来看心理咨询 就是为了骗他们来看看脑子 你这电话来的可真是时候 是不是中共想吃什么呀 我让小瑞帮着一块订 不用 我刚从疗养院出来 准备直接回家 我还以为你会为了肖骁回来呢 肖骁 肖骁她怎么了 你不知道吗 今天啊有一对夫妻来这儿 结果两个人闹架 把肖骁给误伤了 受伤 怎么可能 我当时就在现场 我怎么听说 她又为那个来访者刺激了 嗨 嗨 嗨 快出发 我接个电话啊 喂 可乐 怎么了 我信息发出去好几天了 她不联系我 你说这个柴线她靠谱吗 她还没联系你啊 她联系 我给她发她都不回 你说她是不是看不上 咱们这种小规模的餐会啊 怎么会呢 她人很好的 而且她好几次主动联系我 说她在家带得闷得慌 想找点事儿干 我给你提个醒啊 我算了一下时间 她要是再不回我 咱们这个餐会可是要开天窗 我征求一下你意见吧 说她不仅找个小活动工作做了 怎么样 行 那你看着办吧 林老师呢 她一般周五出去就不回来了 你一个人吃两盒 我最近胃口比较好 肖肖 你还是一如既往地关心的林老师 我是她的徒弟嘛 关心她一下也很正常 那个 林老师下午都不回来了吗 林老师每周一和周五都会出去 周一呢 她是去深江大学当科作教授 这你是知道的 至于周五嘛 林老师的周五啊 是个秘密 谁也不知道她能跟她去干吗 而且啊 一般去了 就不回来了喽 我猜啊 八成是约会去了 有一次周五 林老师特意订了一束花 带出去 我看到了 说不定林老师 一直有一个神秘女友 藏得很深啊 太八卦了 赶紧吃饭吧 亏我给你买了午饭 还不如拿去喂狗 林老师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鸡肉的还是牛肉的 随便 牛肉的吧 牛肉的这盒贵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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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老师 林老师 听说您早上去约会了 谁一大早去约会啊 有道理 来 给你吃个这个 问完了 该我问你了 知无不言 谁答应收你回头的 你怎么办 以后不准拿我当谈资 我没有拿你当谈资 我是真心地想要拜您为师的 连你上课的教室 我都打听好了 从哪儿打听的 少林可到处都是我的眼线 你不会不让我去蹭车吧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林老师 亏有这么多眼线 连教室在几楼都打听不清楚 麻烦把下周一的课程 从一幅楼五楼调到六楼 谢谢 我们去哪儿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